國內疫情延燒 教育部紓困方案四點零 編列了兩百七十八點五億元 將從明天開始受理 包括了補教私幼 和運動事業等八大類的人員 可以申請紓困的補助 從六月十五號開始 也要發放孩童家庭防疫補貼 針對國小以下的孩童 以及國中高中五專前三年的身心障礙 學生補貼每名孩童一萬元 另外文化部也公布了 一文紓困四點零補助方案 爸媽追著孩子跑 鈔票追著爸媽跑 病毒傷身體也上了一家生計 教育部發放孩童家庭防疫補貼 沒有牌付條款 只要你家裡頭有國小以下 孩童以及國高中 和五專前三年的身心障礙生 每個孩子一萬塊 就從六月十五號開始請領 不用出門人擠人 監護人準備孩子健保卡 跟自己的提款卡 進入網站後輸入監護人的身份證 再輸入孩子的健保卡號 和監護人銀行帳戶 一萬塊就存入戶頭 另外一種方式呢 是準備小孩健保卡 跟自己的提款卡 到提款機插入提款卡輸密碼 選孩童家庭防疫補貼 輸入小孩的健保卡號後 就能領一萬塊 停課期間私幼和準公幼 如果按照天數比例向家長收退費 也有照常發放教職員的全額薪水 就按比例補助原方的損失 對於本國籍大學生的支持呢 只要學校審核 你在五到七月間 大學生本人或是家庭的經濟 有受疫情影響 那有助學的補助金之外 也有校外住宿補助一千二到一千八 補習班和運動失業也能有補助 有一次性的營運補貼 雇用員工每個人四萬塊來計算發放 還有因為政府命令停業 付員工薪水沒有達到基本工資 企業老闆可以領一次性的補貼 以雇用員工一人一萬塊計算 受雇員工呢 則是領補貼四萬塊 由雇主一併領取來轉發 可惜了 冷部房大停客 營養午餐的食材都白搭 得倒掉 全臺灣團善業者的食材損失 由地方政府向教育部申請 疫情當頭看表演的人 不再一馬當仙 文化部補助各類型的藝文事業 最高上限兩百五十萬元 要是自營和沒有固定雇主的藝文 工作者呢 一個人補助三萬塊 如果你已經投入製作費用 合計補助最多六萬塊錢 疫情結束還不知何年何月 大家挺過杜曉悅 華信用黃敏惠方啟年台報導 如果想要錢來找合他們? 不可